关于中秋节的都市传说 月亮割耳朵 相传只要用手指月亮 就会被割耳朵 小时候比完的隔天 真的出现到残口啊 应该是自己抓伤的 但也让当时的我深信不疑 疯狂烤肉 至高点往下看 桃园中立万人风节烤肉 等了两年 高雄凤山则是有里长 举办千人烤肉活动 台湾人在中秋节疯狂烤肉 相传是因为看了这魔法广告 看完后 烤肉烤肉 我要烤肉 除了魔法广告外 还有魔法课本 其中有一页 是全家都在院子里吃月饼赏月 这茶图印象深刻 虽然我住公寓没院子 但一样吃月饼 手持冲天炮 仙女棒 头戴柚子帽 出去玩很臭的舌炮 还跑去学习绝招 点燃冲天炮后 丢出去 实际抓得好 就可以获得更远的射程 所以我也如法炮制 啊 啊 嘿咻 啊 真是可怕的往事啊 为了应勤 本集来做鲜肉月饼 水油皮 面粉100克 中间拨出一个圈 把猪油放入 再放入蜂蜜 传说麦芽糖更香 我没买到就用蜂蜜代替 加水 先搅拌 将原料混合在一起 再开始揉面团 左手酸就换右手 揉到面团不沾手 用面团当抹布 把工作台弄干净 完全没面粉后 再狠狠地甩三下 让它更有弹性 揉成小球 用碗盖起来 防止干掉 酥皮 上面粉 中间开洞 加入猪油 仔细地捏均匀 利用爱心小手手的手掌温度 让面粉跟油完全混合 因为酥皮面团没加水 比较多小颗粒 配合刮刀将面粉刮干净 揉成小球后盖起来 防止干掉 内馅 加入调味料 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拌 除了拉伸肉的纤维 还可以加强水分吸收哦 感觉不够咸的话 再加一点酱油 水油皮包酥皮 开盖 台面撒点面粉 先拿水油皮面团 天轻压平 再放上酥皮面团 再放上酥皮面团 大团包小团 像捏包子一样 捏口处往下放 搓圆一点 开擀 开擀 前后开始擀 再来是左右 擀出长方形 擀出长方形 最后边缘压一压 卷起来才会平 不会凸出来 搓一搓 让厚度均匀 取剂子 这取出的小面团 就叫做剂子 可以用手拔 也可以用刮刀切 包内馅 内馅切出需要的分量后 开始包月饼 好吃的秘诀 敢欧一点盖 说破没半角 就是皮薄馅耳朵 烤箱200度预热 黄金18折 绝刀不失常 可是这饼有点小 6折就好 包完后放上烤盘 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 200度 15-18分钟 出炉 金黄色的新鲜月饼 外酥铝嫩 真是太好吃了 中秋特别店 感谢你的收看 吉他再相会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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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